一星期一本书 太过忍让就会被人欺负 善良和忍让都要有尺度 为人处事应当秉持一颗善心 然而并非所有好心都能得到好报 很多时候没有原则的善举反而会酿成大祸 善良没有了底线就会助长贪婪 善心见人就给只会让小人钻空子 爱莫生曾说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 不然就等于零 一旦善良失去原则 就会成为滋养恶意的温床 因此善良也要有点锋芒 才能活得无忧坦荡 俗话说 吃饭不能太饱 对人不能太好 你的善心很宝贵 要留给值得的人 只管付出而不分对象 那是愚昧 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 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感恩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 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不必为了取悦于人 而委屈自己 更不必为了顾及他人的感受 就让自己蒙受不白之躯 心存善念是人的天性 然而用在不恰当的地方 也未见得是件好事 曾国藩本是文人 自幼学的是儒家人善的主张 没想到置身官场 却做了武将 整日里带兵打仗 战场上 好人总是心怀善念 可敌人恶人 却不会对你心慈手软 曾国藩为此十分苦恼 朋友得知此事 送他一副对脸 怀菩萨心肠 行霹雳手段 曾国藩恍然大悟 把这句话 当成自己的座右鸣 即使是菩萨里面 也有怒目金刚 只度当度之人 承恶扬善毫不留情 这世上最大的恶 就是假借善良的名义 放纵恶人四处横行 你的善良需要有尺度 别让自己成为恶人的帮凶 违背了善良的本意 红衣法师说 忍让能消除无尽的灾难和后悔 就像古人说的 终身让路不失尺寸 此语意在 告成我们 凡事需要懂得忍让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 忍让是解决问题 最省事最有效的办法 善于忍让的人 往往比直脾气的人 更容易左右逢源 退三步让一步 是古人推崇的君子之风 不触及底线和原则的琐事 大可忍让成全 然而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或是伤天害理的暴行 忍让就是放纵 沉默就是姑息 你越是让步 他们就越得寸进尺 直到最后 把好人逼到 无路可走的地步 当你退无可退时 千万不要忘记 自己的底线 曾有人问孔子 以德抱怨何辱 孔子曰 何以抱德 以直抱怨 以德抱德 如果被人欺负了 我们应当用道德 去感化他吗 对于这个千古难题 孔子的回答十分巧妙 他说 如果别人欺负了你 你却试图 用道德来感化他 他不会感激你的仁义 反倒觉得是你惧怕他 伤害你的人 你反过来去讨好他 那么善待你的人 你又该如何去报答 因此 面对伤害我们的人 不要一味纵容姑息 真不扎在自己身上 就永远不知道有多疼 只有将痛苦返还给他 他才会忏悔 人这一辈子 能屈能伸 适度忍让 才是福 每事时不主动惹事 有事时也绝对不怕事 既不能无止境地退缩 也不能无底线地包容 该拒绝时莫心软 该让不时 要大度 这篇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听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我是文倩 我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前江 祝你晚安 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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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